下面再錄 同學早 今天要上腎臟還有 男性生殖 便尿道系統的一些 疾病還有一些腫瘤 我們先從腎臟 這個地方開始上 各位同學知道腎臟的位置在哪裡嗎 一般我們腎臟的話 就是在後腹腔 每個月都有兩個腎臟 下面這個地方是 塑尿管膀胱接到尿道 那如果說是我們把這個腎臟 重剖面來看的話 你可以看到它是長像這個樣子 靠近腎臟的外側 我們是叫做腎臟的一個皮質 一個地方 那中間的話就是腎羽 接到所謂的那個 塑尿管正常的 我們可以看到尿液的話它流行的地方 就是從那個腎羽然後進入 塑尿管然後到膀胱 然後再尿道再出去 所以這個腎臟本身 在我們人體裡面 就是一個下水道的一個 排尿的一個系統 各位同學你們有上過那個組織嗎 相關的組織學有上過嗎 可能沒有嗎 沒關係我們就看一下 這是腎臟好做一個切片 我們可以看到 那個腎臟之所以是它會形成這個尿液 其實最主要就是腎臟這個切片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有很多這種 球狀的一個構造 這球狀的構造我們是把它叫做 所謂一個腎絲球 那血液經過這腎絲球之後就會形成尿液 在這腎絲球裡面 你可以看很多空洞對不對 這空洞實際上很多就是所謂的 那血液會流進這邊 然後到旁邊這個急尿的地方 就會形成尿液 那正常的一個腎臟的一個 腎絲球裡面 同學可以看到裡面 其實細胞來講 其實蠻鬆散的 細胞密度不高 可是如果仔細來看的話 其實這個腎絲球裡面 細胞的結構有好多種細胞 看起來事實上都蠻像的 事實上可是它有好多種形式 可是基本上來講 就是說正常的一個所謂的 腎絲球的話 它裡面的細胞密度不高 那血管是通暢的 那旁邊這個是所謂的腎小管 這腎小管 那尿液形成之後 它就會先進入這個所謂的腎小管 然後再到那個 然後再到那個 塑尿管 然後再從腎羽那個地方 塑尿管這邊流出去 所以這是所謂的腎小管 這腎絲球 還有一個叫腎肩子 腎肩子的話 是在腎小管旁邊周圍的地方 不過在正常的情況之下 其實腎肩子 你不見得那麼容易看得出來 可是如果說當這個病患 它就所謂有發炎 發炎細胞浸潤 或者是它有些纖維化的時候 那腎肩子就會看起來 就會比較明顯 所以一般我們看腎臟的一個結構 如果在我們病理 顯微切片下面 它是三種構造組成 一個叫腎絲球 一個腎小管 還有一個腎肩子 當然每個地方都可能會有一些疾病的一些產生 可是這些疾病 彼此這些事實上 它又互相有影響 不是說腎絲球疾病 它就不會影響到腎小管 那腎小管疾病相對來講 它有可能會影響到腎絲球 所以說到了末期的腎臟疾病的時候 其實你看起來 不論它是腎絲球還是腎小管引起的原因 其實在我們病理型態學下面 看起來都蠻類似的 都蠻一樣的 所以說你要區分 這個到底是腎絲球的原因還是腎小管 還是什麼原因導致腎臟這樣子 嚴重的病變 其實到了末期的時候 其實你要做一個明確的區分 事實上有它的一個困難度 好當然這個腎臟如果出問題的話 臨床檢測就會出現一些異常 一些現場 那比較常看到的話 就是我們如果抽血來看的話 它這個所謂的B1 creatinine 這兩個數值會上升 這是在臨床上面最常檢測 腎臟功能異常的一個數值 抽血啊 不論是在門診 或是在急診 它就最常測的話 就是測這兩項 那另外的話 進步來看的話 就是說 我們可以看那腎絲球 這個所謂的過濾率 是不是有下降 我們要GFR 腎絲球過濾率 那過濾形成尿液 這個速度有下降 那 這個功能的異常 是不是一定代表 就是說腎臟本身出了問題 其實也不見 不見得 有時候是腎臟本身 它是一個受害者 有所謂的叫腎前原因 或腎後原因 腎前原因的話 就是說 比如說這個病人 他遇到一個車禍 或者是開刀 他有一個出血 大出血 那這個時候他血液灌流 就會維持在生命當中 比較重要一些器官 相對來講 這個腎臟這個地方 血液灌流 可能就會下降 他腎根也會 也會受損 可是他並沒有實質性的一個損害 可是你抽血檢測的話 一定會不正常 那另外我們知道就是說 這個 這個尿液流經的話 他下游的話 會經過那個所謂的 輸尿管 膀胱 那如果說他那個 輸尿管周圍有個腫瘤壓迫 最常見在臨床上面 比如說這病人 他是一個 女生他得到一個卵巢癌 好 卵巢癌他很大 壓迫到這個所謂的 輸尿管 他這個時候 他尿液排不出去的話 他這個腎臟功能也會受損 好 所以說這個 B1-Colactin上升後 異常的健康之下 不是說馬上就開始要處理他的腎臟 現在要確定 這個問題 到底是出在腎臟的本身 還是其他的原因 可能就是說 還是要進一步做一些分析 好 這個叫做淡血症 Azotemia 好 那 除了臨床的一些 血液偵測的異常之外 他的臨床如果出現一些 Symptomatic side的話 就是叫尿毒症 好 這個就是更嚴重了 好 那這個地方可能各位同學要知道一下 就是說這個腎臟的一個疾病 在臨床上面 表現出來的話 一個是所謂的血尿 一個是所謂的蛋白尿為主 好 血尿好 就是說 好 我們看到這個叫做腎炎症候群 Nephritis syndrome 好 這叫腎炎症候群 這一般指的話是病人會有一些血尿 好 尤其是所謂的叫做靜觀性的一個血尿 病人 其實小便 好 我用肉眼去看的話 他就是變紅 好 這叫靜觀 還有微觀性的 微觀的話就是一般指的話 就是說 他用肉眼不見得看出來 好 可是他經由一些偵測 好 那 市值啊偵測好 就是說特殊檢驗方法可以看到一個血尿 那個叫微觀性 好 這靜觀性的話就是 就是你直接看起來就有血尿了 好 那可能也有蛋白尿 可是相對來講 好 比較輕微 好 跟那個所謂的腎病症候群不太一樣 好 那 所以各位同學可能這個要背一下 好 這個考試也可能會考各位 好 這個臨床上面就是最蠻重要的 一個叫腎炎症候群 腎炎症候群是以血尿 還是蛋白尿為主 啊 血尿嘛 對不對 好 要知道 好 那代表性的腎子求腎也是哪一種 要知道 好 那這個臨床上是一個感染後所導致的腎子求腎 炎球菌感染後 好 它導致腎子求腎炎臨床上一般來講 是所謂的叫做這個 所謂的腎炎症候群形式所表現出來 好 另外的話 是叫腎病症候群 好 那這個所謂腎病症候群指的話 是蛋白尿 好 那蛋白尿一般就是要 重度的蛋白尿 重度蛋白尿當然在臨床上面有明確的定義 就是說 我們收他這個病人 24小時一個尿液裡面 他蛋白質 好 蛋白質露出去大於3.5克以上 好 重度蛋白尿 好 因為他 血液裡面的蛋白質都從小便裡面漏出去了 所以說他血液裡面的白蛋白 好 相對來講會下降 好 血液裡面白蛋白下降 好 那因為這個血液裡面白蛋白 是維持他滲透壓平衡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物質 好 這病人來講的話 就會產生一些所謂的水腫的一個現象 好 紫質或瓜 或這些 這些你們參考一下 好 那腎病症候群指的是什麼 蛋白尿 好 病人 血液裡面白蛋白下降 好 病人會產生一些水腫 好 這是最基本的 好 各位同學可能要知道一下 好 那當然嚴重的話 就是說病人會產生一些肾衰竭 好 腎衰竭的定義的話就是說 好 就是說病人的話他的那個小便好幾乎是完全都抬不出去 好 那當然靈床上面有快快速的一個生思球的一個腎衰竭還有慢性腎衰竭 好 好 好 那急性腎衰竭的話指的話就是說好在很短期的一個時間之內好 就是說好 他的腎功能就是快速的一些惡化好 好 當然說這個急性腎衰竭好 是不是一定就是所謂的腎絲球那個地方出入問題 好也不一定 好 那有的時候在臨床上面 好 比如說這個病人好他吃到一些不明的一些藥物 好 或者是 好 或者是比如說他在那個做一些檢查的時候打一些血影劑 好 那對這個腎小管導致一些受損的一些情況之下 好 那我們叫急性腎小管壞死 也可能會在很短的時間之內產生一個所謂的急性腎衰竭 好 所以說我們在臨床檢查的時候 其實常常有時候 比如說你要在放射科做一個什麼 電腦斷折或要打血影劑 對不對 他是不是都會拿一個單子給病人切 你對下面的藥物有沒有展現過敏的現象 對不對 他就是要避免這些 有可能會發生這種情形 萬一打下去之後 本來沒事只是做個檢查 結果打完之後變成急性腎衰竭 你說這病人會能夠接受嗎 大概不太能接受 那還有所謂的慢性腎衰竭 慢性腎衰竭的話 他在臨床上面 就是從輕微的一個尿 腎臟功能力異常到最嚴重的時候 我們叫磨其腎衰竭 磨其腎臟疾病 就Understate renal disease ESRD一般來講是叫磨其的 磨其的一個腎臟疾病 我們才會用這個ESRD這個字眼去形容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一下這個腎屍球 就是這個腎屍球 這個腎 它為什麼會產生這個什麼 腎炎症候群或腎病症候群 其實大部分來講 如果說腎屍球的問題的話 我們要先看一下它這個所謂的顯微性的一個構造 這腎屍球的卡通圖是像這樣子 各位同學還沒有印象 腎屍球裡面是長什麼樣子 它裡面有些空洞 是不是微血管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卡通圖來看的話 就是這個是它的微血管 微血管 那在這個所謂的微血管裡面 它這邊有一種細胞是叫做血管內皮細胞 在這裡面 不過它比較特別的話 就是說在這個血管的外面 外層的地方 它也有另外一種細胞 是叫上皮細胞 這個是叫上皮細胞 叫 這是上皮細胞 然後這個 血管的中間這個地方 它血管壁 血管壁是讓它最主要的構造的組成的話 是所謂的叫基底膜 Basement Membrane 這基底膜 所以這個結構構造的話 其實就有點像我們吃那個 早餐的三明治 三明治的話 是不是中間有一層起司 對不對 起司的話就是血管壁 好不好 血管壁 它就是Basement Membrane 它的組成 它裡面 上下會各夾一片吐司 對不對 那外面那個吐司的話 就是叫做所謂的上皮細胞 裡面那個吐司的話就是叫內皮細胞 中間那個吐司叫基底膜 這樣可以了解 不過它這個所謂的上皮細胞長的樣子很特別 各位同學要特別注意 這個上皮細胞和內皮細胞的樣子 你可以看到 差在什麼地方 這個是不是生出一根一根這樣子 這樣貼在這個基底膜上面 這個是叫足圖 叫足圖 Food process 叫這個 Food process叫足圖 這是上皮細胞特有的 那為什麼要特別講這個呢 因為後面有一個是 在小孩子 最常見到的一個 所謂的叫做微小生病症候群 它致病原因 就是說 它這個所謂的上皮細胞 這個足圖 會融合不見 看不出來了 正常的情況之下 應該會出現這個足圖 它如果說這個足圖細胞融合 消失掉的時候 那在小孩子的時候 它會產生嚴重的一個蛋白尿 生病症候群 我們叫微小生病症候群 所以各位同學要知道這個 所謂的足圖 那另外還 除了這兩種細胞之外 還有另外一種細胞也蠻重要 叫隔細胞 Messenger cell 在這個地方 那隔細胞的周圍 是叫基脂 Matrix Messenger matrix 這是隔細胞 隔細胞基脂 那這代表什麼東西 一般我們在蓋房子的時候 是不是都要有鋼筋水泥 要不然你只有很多房子的話 它那個房子很會垮掉 那蓋房子裡面這個鋼筋 就有點類似像這個什麼 Messenger cell 隔細胞 它旁邊糊的水泥就是 Messenger matrix 它要維持這個 整個生死球結構的穩定性 那今天為什麼要講這麼多 花這麼多時間來介紹這個 其實因為 腎臟疾病最主要的原因 是所謂的免疫複合物形成 這個一定要講 如果不講這個話就不用講 70%的話 原因都是因為免疫複合物 成績在生死球裡面 所以說我一定要就是把這個 最常見的原因一定要跟各位同學講 70%的原因 生死球會生病 是因為免疫複合物成績在生死球裡面 那 它成績在不同的位置 在臨床上面就會有不同的一個病變 疾病形成 那它成績 最主要是看它成績的位置在哪裡 今天如果說免疫複合物 免疫複合物是什麼東西 各位同學知道嗎 什麼是免疫複合物 免疫複合物是怎麼形成的 高中的時候生物學有沒有上過 對 抗原和抗體結合會形成免疫複合物 比如說我們感染的時候 那後面會跟各位同學介紹那個什麼 煉球菌感染後生死球疾病 對不對 那個就是相當於外來的一個 抗原還是抗體 煉球菌感染 在我們體內是相當於抗原還是抗體 進到我們體內感染 它是一個外來的抗原對不對 那我們體內抗體會跟它結合 結合的話就會形成免疫複合物 那免疫複合物的話 就可能會成績在生死球裡面 接下來我們就看它成績的位置在哪裡 今天它如果成績的位置是在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上皮細胞 上皮細胞和肌底膜中間的話 我們就把這樣的免疫複合物成績叫做 上皮下面免疫複合物成績 上皮下 sub-epsyllium 上皮下 sub-epsyllium elitron dense position 那如果說今天免疫複合物成績 在所謂的內皮細胞和肌底膜中間的話 各位同學想想看 這樣怎麼去形容 這樣子免疫複合物成績的話 是叫做什麼 內皮細胞下的免疫複合物成績 那還有一種細胞的免疫複合物成績 是成績在哪裡 隔細胞的周圍 paramysengio area paramysengio area 這個免疫複合物成績 那因為不同的免疫複合物成績的話 它都有一些常見的一些疾病 所以說這個地方就變成一定要講 好這個是再用卡中圖來介紹一下 正常的腎脂球不是長像這樣子 剛剛有已經給各位同學看過正常腎脂球的樣子 那這裡面是血管 微血管 那微血管裡面這個層細胞 這叫什麼細胞 內皮細胞 好不好 血管裡面的話是叫內皮細胞 那外側的呢 上皮細胞 它又叫什麼 足凸細胞 因為會生出什麼足凸 這full process貼在這個血管壁上面 血管壁的組成是什麼 基底膜 basement membrane 這個是什麼 隔細胞 這旁邊是隔細胞的基值 對不對 今天免疫複合物成績在什麼 上皮細胞和基底膜中間的話 是叫上皮細胞下免疫複合物成績 成績在內皮細胞和基底膜中間的話 叫內皮細胞下免疫複合物成績 隔細胞周圍的話 也會產生免疫複合物成績 這就是講到腎脂球致病激轉 有70%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所謂的 免疫複合物成績所導致的 那這個免疫複合物偵測的話 各位同學想想看 用一般的光血顯微鏡 看不看得出來這個所謂免疫複合物成績 光血顯微鏡 看得出來嗎 就是一般我們看的顯微鏡很困難 那我們要怎麼去偵測這個所謂免疫複合物成績 一般至少就是要用螢光顯微鏡下面去看 螢光顯微鏡下面去看 就是說比如說我要看它有免疫複合成績 是這個IgG抗體跟抗原結合的話 那我就要螢光去染這個所謂的IgG IgG如果說它呈現陽性反應的話 就代表說它這個確實有IgG 形成這個所謂的免疫複合物 那抗體有哪幾種 一般我們生物學有學過嗎 抗體有哪幾種 還有印象嗎 抗體 抗體有幾種 五種嘛對不對 IgN IgG 還有什麼 IgA 還有什麼 IgE 還有什麼 你自己再看一下 我們一般臨床上面比較常用到的是什麼 IgG最重要 IgA IgN 比較常用到的是這三種 在生腸子疾病 還有一些補體 補體我這邊就不去講 不過 一般我們染色也會去染一些補體 C1 C3這些補體也會去染 那 接下來的話就是我們要看它免疫複合物成績在哪裡 我今天就想看 今天免疫複合物如果成績在這裡 是什麼位置 這個地方 上皮細胞下面對不對 這裡呢 內比細胞下面嘛 OK 好 這個就不講 這個算了 這個跳過去不講 這個 這個是臨床上比較少見的疾病 不過也是蠻特別的 可是 時間可能不是很夠 我就不講 那 我直接就跳到這個好了 這個叫做所謂的一個 一個 腎炎 腎炎症候群 好 因為上課的時候其實不太可能說所有的疾病都跟各位同學介紹了 那如果講太多的話你們反而會很短的時間之內你們會聽不懂 可是 同學去到醫院不要講說為什麼上課老師都不講 對不對 因為是沒辦法講的 講太多的話就變成全部都聽不懂 可能就很麻煩了 我們上課大概只能跟你講說最常見那幾種就好了 好 那這個是那個 這個 煉球菌感染後的一個生肢球疾病 臨床上面會產生所謂的腎炎症候群 腎炎症候群是血尿還有蛋白尿 記不記得 這一定要知道 好 血尿還有蛋白尿 血尿嘛對不對 那煉球菌感染 好 就是比如說這病人他 一開始他有喉嚨痛 好 煉球菌 好 清翻到他的呼吸道 他病人說會有喉嚨痛 好 那一開始他是去那個門診檢查 他只是喉嚨痛感冒 好 那可是之後的話 病人怎麼產生一些血尿 小便是變成紅色的血尿 好 那這樣的病死的話就要懷疑 有沒有可能他是什麼 這個煉球菌感染之後 所導致的一個生肢球疾病 病人一般來講是以血尿表現出來 好 那之前可能會有些感染的一些病死 好 比如說他有喉嚨痛啊 肚子痛啊 這些病死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好 這個 好 一般我們看那個所謂的腎臟的切片 就是說第一個要先為臨床的一個病死 他是血尿 還是蛋白尿 有沒有所謂的腎衰竭 好 那我們先看這病人他是血尿 對不對 血尿接下來的話他就可能會做一個切片 對不對 那切片我們病理切片檢查的話就是看三個 一個是看一般的顯微鏡 好 另外的話就是看螢光顯微鏡 螢光顯微鏡是看什麼 有沒有免疫復活的成績嘛對不對 我剛剛有講啊 有沒有免疫復活的成績 就是要用螢光顯微鏡下面去看 好 那成績在這個位置在哪裡 這個生死球的位置不同的位置的話 是用電子顯微鏡下面去看 好 就像我剛剛講話 它成績在上皮還是那皮細胞下面 好 這個就用一般顯微鏡看不出來 螢光顯微鏡只能確定有沒有 好 要電子顯微鏡才能確定它成績在哪裡 好 那所以我們先看 好 這個病人 好 你可以看到 他之前有一個 有一個咽喉發 這個地方有感染 好 煉球菌感染 好 他磷刷上面可能會抽血 好 他ASO胎的會上升 好 那大部分來講是這個所謂的 Glub A beta的 Hemolitis Trapcocus 一個感染 好 好 那這樣的煉球菌就進到我們體內了對不對 我們體內的抗體跟它結合 形成免疫複合物 好 所以說這個疾病 是不是免疫複合物形成 所導致的一個疾病的狀況 是 好 聖絲球疾病 70%的原因是因為免疫複合物形成 好 這個疾病就是因為免疫複合物形成 好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看 好 免疫複合物它成績在位置在哪裡 好 它就成績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在上皮內皮還是隔細胞周圍 就是一這個地方對不對 好 一這個地方對不對 一這裡 好 這個就是在上皮細胞 這是什麼細胞 這是逐凸細胞 好 就是上皮細胞 好 這個是逐凸 好 這叫逐凸 那這層的話就是叫做肌底膜 好 所以你看它免疫複合物質成績 是上皮細胞和肌底膜中間 所以叫上皮細胞下面免疫複合物成績 好 所以基本上來講講它是免疫複合物成績 對不對 好 那這樣免疫複合物成績 用螢光顯微鏡下面去看 好 它應該呈陽性嘛 對不對 因為它有嘛 有免疫複合物成績 所以我們螢光顯微鏡下面 確實它有看到 對不對 當然確定它的位置 要用這個所謂電子顯微鏡 而且它成績的樣子很特別 因為不是只有一種疾病 它會成績在上皮細胞下面 你可以看到一二這兩個疾病 都是成績在上皮細胞下面 所以說我們不能單純用它成績的位置 去決定這個疾病的名字 好 你可以看到一二這兩種不同的生肢球疾病 它成績的位置都是在上皮細胞下面 那一這個成績的樣子比較特別 你可以看到一和二這兩個 它是用卡通圖的形式告訴你 你可以看一下這一二這兩個 你覺得有什麼不一樣 一你會怎麼去形容它的樣子 二是什麼樣子 各位同學發揮一下想像力 這個一這個形態學比較像什麼 你覺得像棒球嗎 一這個像不像棒球 像不像一顆棒球 還是像壘球 還是像足球 都可以啊 隨便怎麼形容 可是你怎麼講 可能都有人講 可能不太像 那這個發明的人 他是怎麼形容 他是把他覺得 他是像那個駱駝的駝峰 不知道你覺得像不像 上皮細胞下面 像駱駝駝峰一樣的成績 在電視前文件下面可以看得到 這個是蠻特別的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覺得很像 不過他就是這樣命名 就是像駱駝駝駝駝 像砂百似利浩 好 二的話是另外一種疾病 後面會跟各位介紹也是很重要的一個疾病 那我們再看一下 這樣 前面的話是螢光和電子顯微星下面 這是在光學顯微星下面 正常的生思球看起來是左邊還是右邊 正常的生思球看起來是這邊還是這邊 左邊嘛對不對 正常生思球裡面它血管很通常 細胞密度不高對不對 那 這個生思球疾病的話 你可以看到 它的細胞密度變得很高對不對 密密麻麻都是細胞 所以有細胞增生 細胞增生 我們叫增生性 極性增生性的一個生思球生炎 可是它的血管壁有沒有變厚 血管壁就是它那個基底膜那個地方 血管壁有沒有變厚 沒有 生思球其實最重要是看兩個 一個就是看它什麼 其實應該要看三個了 一般我們看生思球 都是先問三種變化它有沒有出現 一個就是看它細胞有沒有增生 另外的話就是看它血管壁 就是那個基底膜有沒有變厚 另外的話就是看有沒有硬化的產生 硬化指的是什麼東西 硬化就是講 我剛剛講說蓋房子那個什麼 鋼筋旁邊那個水泥叫什麼 有沒有印象 隔細胞是 隔細胞是 隔細胞是鋼筋 對不對 那旁邊那個水泥是matrix 那個matrix如果說有不正常的擴張 一般我們在生思球裡面叫做硬化 叫做硬化 所以我們生思球的變化 一般來講看三個 一個就是看它有沒有細胞有沒有增生 然後看它血管壁有沒有變厚 有沒有硬化產生 就看這三種 那這個有沒有硬化 沒有 血管壁有沒有變厚 沒有 可是細胞有增生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在病理下面會用這個字眼 叫增生性生思球肾炎 急性 增生性的生思球肾炎 一般在臨床是什麼 煉球菌感染所導致的 這是叫做 肾炎症候群 希望各位同學記住 這個考試的話我就會問各位同學 你們這個 煉球菌感染後的 請問你它是肾炎症候群還是肾病症候群 這個藥打得出來了 肾炎症候群 它免疫副物層已經在哪裡 上皮膚膠下面像駝峰一樣 那希望各位同學 最起碼這個藥要背得起來 你到了臨床來講的話 他可能會認為ASO TIT很重要 因為他臨床懷疑之後 他就驗個血 看一下病人ASO TIT有沒有傷身 這個就不講 那剛剛肾炎症候群 接下來講這個所謂肾病症候群 各位同學記住 肾病症候群是什麼 是蛋白尿還是血尿 蛋白尿嘛對不對 所以我這邊只講兩種 臨床上面最常見的一個疾病 一個是用年紀來分 一個小孩一個大人 我們先講大人 大人來到醫院 比如說病人二三十歲了 他是肾病症候群 蛋白尿 病人會產生水腫 我們第一個想到的是這個所謂的叫 魔症候群生死球腎炎 叫MGN Mambranus 魔症候群 它的魔症候群一般來講指的是什麼 魔 基底魔 各位同學還記不記得基底魔是什麼 我們吃那個早餐那個 三明治中間那一層就是基底魔 就是我們那個血管壁 最主要組成它是基底魔 它的魔會變厚 所以叫魔症候群生死球腎炎 所以我剛剛講說 我們看生死球的變化 最主要是看三種 一個就是它的基底魔有沒有變厚 血管壁有沒有變厚 另外看它有什麼 細胞有沒有增生 另外看它有沒有硬化 就是看這三個 那這個就是它的 細胞不會產生增生 可是它的魔會變厚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 這是我們在切片顯微鏡下面看到 各位同學覺得它的細胞有沒有增生 沒有對不對 可是磨變厚看不看得出來 這個血管壁有沒有變得像甜甜圈一樣 你要跟那個正常的血管壁去比較 正常血管壁其實很薄 看不太出來一圈的樣子 這個就是每個血管壁 感覺起來都很紮實很厚 這就是磨變厚 那它這個為什麼會磨變厚呢 其實也是因為免疫副物成績 它成績的位置 其實也是在上皮細胞下面 也是成績在上皮細胞下面 只不過它成績的樣子 不是像駝峰一樣 就是剛剛跟各位同學講的 這個二這個位置 它也是成績在這裡 它也成績在這邊 不過它是把它叫做什麼 我有時候是把它覺得像土釘一樣 像span down 這種像土釘一樣釘在這邊 它有時候書上是叫 ip membrane deposition的樣子 就是說這二 這也是上皮細胞 成績在這個所謂的 免疫副物成績在上皮細胞的下面 形成這個所謂的像土釘一樣 span down pattern span down pattern 這個 pattern 各位同學記一下好了 剛剛那個是像駝峰一樣 對不對 subacillate 像駝峰一樣 這個是像土釘一樣 span down 那個是什麼 血尿 肾炎症候群 對不對 這個是什麼 蛋白尿 肾冰症候群 很明顯嘛 完全不一樣嘛 對不對 那剛剛那個是什麼 細胞增生為主嘛 對不對 那這個是什麼 血管壁變厚 是不是完全不一樣 好 所以各位同學記的話 就要這樣記嘛 一個完全不一樣 這兩個完全不同 好 那這個因為是免疫副物成績 所以說在 銀光顯微鏡下面 基本上來講 它也是會呈現陽性反應 好 那這個就是在那個 好 在大人 大人 他產生生生生病症候群 最常見的原因 好 可是他對藥物反應 一般來講 不是很好 只要是跟那個 所謂的免疫副物成績 來講的話 他臨場上 對這個藥物治療 這個所謂的類固醇治療 其實反應都不會很好 所以說各位同學可以看到 雖然他的病程進轉 不是很快很緩慢 可是有10%病人 可能會死亡 甚至在10年之內 他會進展到 所謂的生死亡 所以他育後來講 其實也不是那麼好 所以各同學要 這個要背了 就是說大人最常見的 生病症候群是哪一種 大人最常見的生病症候群 就是這種 魔症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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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是怎樣 免疫副物成績在 上皮細胞下面 形成一個像什麼 圖釘一樣 spin and down python 對不對 這個最基本的要背一下 好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這個也是生病中的群 那可是我們先用年紀來區分 剛剛那是大人對不對 這是小孩 比如說病人十幾歲 年紀比較輕 也是生病症候群 病人會產生水腫的現象的時候 一般這個我們不太會 直接想說他是魔症候群 他是這個叫做 微小生病症候群的 幾率比較高 那這種疾病一般來講 他對類固醇藥物反應 治療就很良好 那為什麼藥物治療 會效果很好呢 他跟免疫副物成績之間 基本上來講 就沒有明顯的關聯性 就代表說這個疾病 那致病原因 不是免疫副物形成 免疫副物形成 一般來講 藥物治療效果大概都不好 那在這個微小生病症候群裡面 他不會有免疫副物形成 不會有免疫副物形成 那 可是他的變化非常微小 用一般的光學顯微鏡 幾乎看不出任何的變化 那另外因為他沒有免疫副物形成 所以螢光顯微鏡下面 看起來是陽性還是陰性 也是陰性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說他生病 現在比較沒有這種問題 像以前的話就是說 有那個男生有兵疫的問題 要不要當兵 那很多男生很不太願意當兵 那如果說診斷是這個微小生病症候群 他就不用當兵了 那可是你病裡變化好像不太明顯 所以很多人就想說 欸我這個想辦法就是說 可不可以拿到這個 醫生的診斷證明 微小生病症候群 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當兵了 那微小生病症候群 他診斷的一個藥間是什麼 血尿還是蛋白尿 蛋白尿嘛對不對 好蛋白尿 那蛋白尿 尿液裡面有蛋白 那個是什麼狀況之下會導致 一種是生病嘛對不對 那另外一種是什麼 有沒有什麼外加的方式 比如說我在自己小便裡面 打上一點蛋白 可不可以啊 可以啊對不對 那你去驗的話一定 哇塞這個蛋白尿 才誇張的嚴重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我們之前 真的會遇到這種 就是說臨床還會跟我們講 就說欸 看起來怪怪的 看起來好像病人還好 也沒什麼種啊 對不對 可是他驗尿一看 哇塞太誇張了吧 這種 這麼嚴重的蛋白尿 竟然腳撥一種 這也是很奇怪 好 就是像這個 這我們就會特別小心了 那這個 那這個 你也不能講說 因為 一般的顯微鏡你看不出它的變化啊 對不對 那你要確定它變化是怎麼辦 就用電子顯微鏡下面去看 電子顯微鏡下面 電子顯微鏡下面 我們要看什麼東西啊 就是看這個東西 就是看它那個 我剛剛有講說 正常的 上皮細胞是有那個足圖 對不對 它這個生病狀況之下 它這個足圖細胞會融合 好 這個我們要在電子顯微鏡下面去看 它的足圖細胞有沒有明顯的融合 它足圖會看不見 好 而且是廣泛性的 你幾乎都看不到 好 它就融合在一起 好那如果看到這種現象 我們就知道這真的有問題 好 可是我們如果在電子顯微鏡下面看起來 就是說這個看起來還好耶 足圖細胞每個都很明顯 這個看不出來 有它融合的現象 這個就是 我們可能也不太敢直接就說 病人就是這個微小生病生活群 可是一般我們也不會直接打不是 我們就把我們的 形態協下描述跟臨床醫生 那臨床自己去做一個判斷 好 當然就是說臨床如果確定這個小便是 真的就是病人解出來的對不對 他解小便的時候我就在旁邊看 當場搜索檢測裡面它就是有蛋白尿 對不對 你也不能跟他講說你就是沒生病 他明明就是有啊對不對 好 所以說 可是我們就是會比較小心一點 好 這個微小生病生活群 好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看起來 光學顯微鏡下面看起來是正常 螢光顯微鏡下起來是正常 好 電子顯微鏡下面就是什麼 足突細胞融合 好 有沒有免疫佛物成績沒有 好沒有 可是它這個也是所謂的 好蛋白尿好生病生活群 好 所以說 考試最主要就是考各位同學這三種 腎病症候群的話是哪兩種 摩症候形還是什麼 微小的症病症候群 那個感染後的話是什麼 是蛋白尿還有血尿 感染後的 電球菌感染後那個 是血尿嘛 叫腎炎症候群嘛 對不對 會水腫的是腎病症候群還是腎炎症候群 腎病嘛對不對 好 是蛋白尿那種 好 那個叫腎病症候群 好 那 大人會產生腎病症候群最常見是哪一種 這個摩症候群嘛對不對 好 那小孩子呢 微小生病症候群對不對 好 這個要知道 微小生病症候群有沒有免疫佛物成績 沒有 製病原因是什麼 足度細胞融合對不對 好 其實這樣背就沒問題 好 那摩症候群呢 大人最常見那個有沒有免疫佛物成績 有 好 成績在哪裡 上皮 內皮還是隔細胞周圍 上皮細胞周圍對不對 下面 上面細胞下面 好 是像駱駝駝駝一樣 還是像土丁一樣 像土丁 好不好 好 就是 欸你們這樣被子醜就沒問題 考試都100分 好 沒問題 我考試不會凋轉各位 一般我考試我就是考我上課特別強調的地方 好 你上課有注意聽 你就是拿100分 好 可是完全都沒聽的話 那可能就沒辦法了 好 那 那這個有一個比較麻煩的疾病了 就是說這個是 就是有時候它會產生硬化 好 甚至就產生硬化 這個硬化剛剛有講到 硬化指的是什麼東西 硬化指的是那個 那個水泥的部分有擴張嘛對不對 我們蓋房子那個鋼筋旁邊那個水泥 叫隔細胞周圍的基質擴張 好 它會形成硬化 好 那我們看一下顯文鏡下面 硬化是什麼樣子 就是這個 這是正常的生枝球 好 這是生病的生枝球了 各位同學看不看得出來它硬化在哪裡 硬化在哪裡 這個地方對不對 這邊是不是出現一個 所謂的 變得比較紅 紅色區有增加 好 這個地方有看到嗎 中間這一塊 好 中間這一塊有看到 好 這個就是因為它那個時候 買3G 旁邊的matrix有擴張了 好 這個我們看到叫硬化 我們如果說在這個 聖絲球裡面 看到硬化現象的時候要比較小心 特別是當這個病人 他如果說一開始的話 他是小孩子 以為說他只是單純的 所謂叫肾病症候群的時候 可是我們在這個聖絲球裡面 看到有這個硬化的一個現象的時候 它可能就不是那麼單純的 只是一個所謂的微小症病症候群 因為微小症病症候群 它用內骨醇治療效果非常好 對不對 治療之後其實就幾乎就完全症狀消除了 也沒有蛋白尿也沒有水腫了 那家屬也很高興的 把這個小孩子 這個醫生實在太厲害了 對不對 再試滑坨 馬上一個牌匾 搞不好就送過來了 掛在你診所後面 這神醫啊 對不對 腳這麼腫 內骨醇一下去 欸 腳不腫了對不對 可是要小心 不要說剛剛有這個病人 他是 他是這種疾病所導致 很像 這兩個很像 因為這種疾病 對那個 內骨醇治療效果就不好 雖然說他也沒有免炎復活成績 可是他會導致所謂的 那些疾病 是因為硬化 硬化的一個現象 這種 一般來講 他有可能 在十年的話 有一半的病人 會走到末期腎衰竭 對內骨醇治療效果不好 好 所以說要小心 就是說 是不是有這種疾病 躲在裡面 好 一般我們看到小孩子 對不對 蛋白尿 第一個就想說 這沒什麼了 微小生病症候群 可是有時候就是遇到鬼了 對不對 夜路走都遇到鬼 每個都講 微小生病症候群 好 就不小心就出問題了 好 那這個疾病的診断 當然就是要靠病理科 病理科 病理科在顯微器下面 我就是要看到這硬化了 好 可是硬化有沒有這麼容易看 也不太容易 好 特別是這個疾病早期的時候 好 看不太出來 好 因為它不是所有的聖絲球 在早期都會產生硬化的現象 好 100顆聖絲球裡面 可能只有一顆有聖絲球 對不對 而且它硬化的面積來講 不是整顆聖絲球硬化 那10%的面積硬化 好 所以它叫什麼 局部部分硬化 Focal就是叫局部 局部的聖絲球 好 聖絲球裡面的部分面積 才在硬化 好 那這種在疾病早期 好 你那個切片要剛好那麼準 抓到那個硬化的聖絲球 其實有時候也不太容易 好 那所以說常常就是要反覆診斷 好 反覆診斷之後看到 欸欸這個聖絲球真的局部的產生硬化的現象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下這個診斷 好 那有的時候就說 它一開始診斷是微小生病症候群 好 可是它臨床治療效果就是不好 好 是不好 好 它反覆做了幾次切片之後 我們看到真的有硬化 好這個時候疾病就會變成什麼 居部部費硬化的聖絲球疾病 好這個癒後不好 好 類固醇治療效果不好 好 好各位同學要知道一下 好就是說 有比較麻煩的疾病躲在裡面 好 這邊又不講 好 好這個我只稍微講一下 好這個疾病大概考試不會考各位 好那這個是比較複雜的一個疾病 在聖絲球裡面 然後它是叫磨增生型 好 那各位同學可以看一下這個磨 我剛剛有講那個磨增厚嘛對不對 還有沒有印象 一個磨增厚形態叫Mambraner-GN 對不對 那還有一個叫什麼 煉球菌感染之後是不是叫Polyflation-GN 好 它這個疾病是不是兩個都有看到了 又看到磨增厚 細胞有增生 對不對 磨又增厚細胞有增生 好這個叫MPGN 這個在臨床上面 其實滿麻煩的一個疾病 它可能在短時間之內 腎衰竭 急性腎衰竭 是因為這個生死球的變化所導致的 好 那變化非常快速 好它磨又變厚 又細胞又增生 好 那快到就是說我們在顯文鏡下面 它今天如果說病人很短的時間內 就生死癌劫了 送一個切片給我們看 好 我們在顯文鏡下面 一看 這個生死球的樣子實在太奇怪了 各位同學可以看看 這個樣子像什麼 你會形容一下 這個樣子 你會怎麼去形容它 他們都蠻厲害的 他發明這個人都蠻厲害的 像我都想不到 Pizza 也不錯 這同學蠻厲害的 我都看到 我現在看起來像Pizza Pizza型的生死球的變化 可以 橘子型的 可以 好 那它是怎麼形容 它發現它是分葉狀 分葉狀 好 看到這種分葉狀 分葉狀就像什麼 西游记裡面那個什麼 鐵扇公主 不是 是不叫鐵扇公主 芭蕉扇 你們看到 分葉狀結構 你看到這生死球的分葉狀結構 一般來講不太妙 好 不太妙 一般我們只要看到這分葉狀結構 就會跟人家 NPGN-like的一個生死球變化 那這個一般來講 看到這個都不太好 那這個就是 它免疫符合物 會成績在不同的位置 好 剛剛講的那兩種免疫符合物 是不是都成績在什麼 上皮細胞下面 對不對 好 這個就會成績位置不一樣了 它是成績在什麼 有個人成績在內皮細胞下面 或者是成績在肌底膜上面 好 所以它成績位置就比較特別 好 這邊我就不特別強調 稍微跟各種人介紹一下就好 好 那接下來這個還是要稍微講 因為這個臨床上比較重要 這個是 臨床上面一個血尿 很常見的一個原因 叫IGA生病變 好 它為什麼叫IGA生病變 其實就知道就是說 在螢光顯微鏡下面 螢光下面看抗體有好多種 對不對 IGA IGG IGM 這麼多種 它叫IGA生病變 當然是哪種為主 一定是IGA為主 對不對 你不能說螢光顯微鏡下面 看起來什麼IGG很強 IGA一點點 你就說它IGA生病變 這樣就講不過去 它一定是螢光顯微鏡下面 它是什麼 IGA染很強 好 那這個疾病也是跟所謂的免疫復活物成績有關 好 那臨床上面 可能一個病人大概20歲左右 他來到醫院 他也是上呼吸道感染 或者是 腸胃道感染的一個狀況 好 之後產生一個血尿 其實跟那個鏈球菌感染之後 也有點像對不對 好 那個也是一樣嘛對不對 感染之後血尿 這也是血尿對不對 好 那只不過就是說 在我們顯微鏡下面變化不太一樣 顯微鏡下面變化不太一樣 剛剛那個什麼 細胞真正非常顯著對不對 好 那這個不太一樣 好 這個它這個真正來講的話 非常輕微 好 不會用到這個真正形的這個字眼 然後它只有隔細胞周圍的細胞 稍微的一個真正 好 滿身就是有稍微的一個真正 好 然後可能會有輕微的一個硬化 好 可是基本上來講 它是IgA螢光 會呈現一個陽性的一個反應 好 那這個在臨床上面是很常見 IgA肾病變 臨床上是以血尿為主 好 血尿為主 好 因為它也是免疫負物成績所導致的 它有一半的病人 接近有可能到一半會導致到末期的一個聖摔劫 那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免疫負物成績在哪裡 這個是隔細胞 隔細胞的周圍 好 它是因為這個隔細胞 就是我們剛剛講蓋房子的時候 它是有個水泥對不對 那個水泥的位置 它有免疫負物成績在那邊 好 因為免疫負物成績在那邊 刺激它旁邊的隔細胞有輕微的一個真身 好 導致病人有一個血尿的一個形式 好 所以說 好 這又一個血尿的 好 所以說 那如果說考試問各位的話 就說 欸 血尿的話有哪兩種 剛剛有講過 戀球菌感染後是肾炎中腦群 是血尿嘛對不對 好 這IGS命變也會血尿 所以不能講 血尿就一定是戀球菌感染後 不行了 這IGS命變也是 也是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 好 那這兩個怎麼分啊 那兩個都是血尿 是麻煩分 我不會分啊 對不對 那怎麼分 這兩個怎麼分 一個IGS命變 一個戀球菌感染後 要怎麼分 蛤 我們先講光學顯物性下面好了 光學顯物性下面細胞 我會用到polyflation這個字也是哪個 就細胞真身非常顯著 那個是什麼 戀球菌感染後嘛對不對 好 好 那這個IGA生病變 它細胞真身相對量 不會那麼顯著 它只有輕微的真身 這個滴耳在光學顯物性下面 那銀光顯物性下面呢 如果 如果是以IGA 表現為主的是哪一種 IGA生病變嘛對不對 前面那個戀球菌感染 它是IGG 我剛剛沒特別講 它不是IGA為主 那另外就是說 免疫復活物成績的位置 好 像那個駝峰成績的話是哪一種 戀球菌感染後嘛對不對 好 那IGA生病變 它有免疫復活物成績 它成績在哪裡 隔細胞周圍 對吧 所以我們這個臨床上面 就是要靠這些去診斷 你一個一個去看 好我們就列出來 就是說 它符合哪一項 好我們去決定 它是哪一種病變 當然臨床我剛剛有講 ASO title也很重要 那是臨床 病下面我們不會去測 ASO title會上升是哪一種 ASO它抽血對不對 臨床抽血 它會先抽個ASO看一下 上升的話是要戀球菌感染後 好 這是聖絲球疾病的一個重點 講完了 這比較難 其實我們病理下面 其實最難的就是聖絲球疾病 我跟你講其實最難的 所有疾病裡面最難就是病 各位同學如果聽得懂的話 就代表你們病理學的不錯 好 那接下來的話是 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那些是 聖絲球疾病 都可能會走到末期的一個 聖絲球腎炎 不過到了末期的時候 其實你要回推是哪種原因所導致 其實就比較困難了 我們可以看到到末期的時候 剛剛有講到什麼ESRD 對不對 腎臟變這麼小 好像米粒一樣 正常的腎臟看起來的話 其實大概至少都有十公分這麼大了 那這個我們可能看起來只有五公分 四公分 好像米粒狀一樣 變這麼小 這樣這個就是 到末期的時候 真的有可能會變這個樣子 那切片下面 各位同學就欣賞一下 變化盤就是很明顯 那有的時候 會有一些全身性的疾病 導致腎臟受損 就病人他本身 腎臟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他有一些全身性的疾病 那我這邊就講一下 就是說離床上比較常見的 全身性的疾病 會導致腎臟功能受損 其中一個就是什麼叫做 紅斑性狼倉 好 狼倉性腎炎 紅斑性狼倉是男生女生比較常見 女生嘛 因為這個 他的抗體 他是叫 他是叫自體免疫性的抗體的疾病 他抗體會去對抗自己身體的器官 導致自己器官的一個破壞 好 當這個 抗體 他破壞到腎臟的疾病 腎臟的地方 我們叫狼倉性腎炎 狼倉性腎炎 狼倉性腎炎 我這邊有一張圖 其實應該要講 那 紅斑性狼倉 在臨床上面診斷的藥件來講 他其實 criteria有很多 他有11項 11項裡面只要符合4項的話 他就符合這個所謂的紅斑性狼倉 我們可以看一下 他診斷的藥件 你看 有些的話是比較容易達到 比如說這病人有什麼光敏感性 有什麼口瘡 對不對 有關節炎 對不對 這些東西 比如說病人有口瘡 口瘡 口瘡的話其實 醫生如果說 你有沒有容易得口瘡 對不對 那可能很多人會講 有 常常有 火氣大 也搞不清楚 反正就是容易常常得口瘡 那 你怕不怕光晒 晒完之後 這個會不會 皮膚會覺得很熱 有些紅斑產生 那女生很容易 女生不是常常說 擦一些那個什麼 化妝品 避免 皮膚變紅 我超怕晒 一晒之後馬上變紅 所以說我粉到頭 塗很厚 那馬上就符合2點了 對不對 已經符合2點了 關節有沒有時候會不太舒服 有時候這個關節怪怪的 符合3點了 那馬上就符合紅斑性狼倉 那太容易了 也不能這麼容易 接下來好不好還好 接下來的 藥是比較容易難的 比如說他這病人 他要抽血 抽血他有些胎疼 ANA那些胎疼會上升 那個就是真正要抽血 可是有時候很麻煩 那抽血就有上升 可是又沒有 達到非常顯著 那怎麼辦 可是他臨床又覺得 這個很像 這個真的很像 紅斑性狼倉 那這時候他就做一個 腎臟切片好了 如果剛好病人 又有一些蛋白尿的分別 沒有問題的話 他就做個腎臟切片 那腎臟切片的話 當然就是說 我們病理下面 就要去看 他是哪一種疾病 什麼樣子 我這樣拿掉 沒關係拿掉 紅斑性狼倉 其實在病理下面 診断其實比較困難 因為我們把它叫做 偉大的模仿者 偉大的模仿者 就是說我們在 腎臟切片下面 其實他的樣子 跟前面講的 那幾種生肢球疾病 看起來都很像 你要做一個 鑒別區分 其實來講很困難 可是有一點比較特別的話 就是說 我們在螢光顯微鏡下面 他會呈現一個 所謂的叫全陽性反應 螢光顯微鏡下面 叫Full House Pattern 全陽性反應 那剛剛講的 IGA生病變 他是IGA為主 對不對 那鏈球菌感染的話 他應該是以IGG為主 其實大部分 生死球生眼 他螢光顯微鏡下面 表現的話 是以單一樣子 表現出來 可是這個紅半性狼藏 他幾乎就說 你想到染什麼東西 他通通成陽性反應 叫全陽性反應 所以我們在 腎絲球切片的時候 特別去看這個 所謂螢光顯微鏡下面的發現 如果他染這個IGG IGA IGM C1 C3這些 只要你想到的 通通呈現這個全陽性 而且都很強 我們就懷疑到 說這個病人 有沒有可能是 紅半性狼藏所導致的 狼藏性症炎 那這個有時候我們在臨床上面 就說 他一開始病人 他只是蛋白尿 他去看腎臟那一科 這紅半性狼藏應該看哪一科 他應該看哪一科 病人來的話應該看哪一科 他應該看風濕免醫科 對不對 可是問你是病人 病人又不是醫生 他怎麼知道 對不對 他可能一開始看什麼科 能看那科算不錯了 對不對 那我搞不好看外科 或什麼都有可能 所以醫生要想到 對不對 那醫生也不見得多想到 對不對 他就看的話 一般現在專科化之後 他只想到他自己疾病 自己專科那種疾病 病人一來就想 我這專科你的疾病 想想看沒有 對不對 沒有 所以說有時候 醫生也不見得多想得到 像這種疾病 常常就說 他一開始他不是看 那個風濕免醫科 他可能看加一科 或看什麼科 對不對 他就把他轉接到腎臟科 說這個病人有水腫 或腎臟科看看 或怎麼樣 做一個腎臟切片 腎切片 我們看怎麼搞的 他有全陽性反應 我們再回頭過頭 來跟醫生講 就是說 這個有沒有可能 紅半性腦腸 他才想 這個有可能 這有可能 再把他轉接到風濕免醫科 去抽血 去測那些抗核抗體 那些東西有沒有傷身 好 好 這個是在磷磷磷上面 真的會看到 好 那另外的話 這個就是要糖尿病的生病變了 糖尿病也是一個常見的疾病 嘛 那糖尿病會影響到哪些器官 可能會導致這個病人怎樣 他那個視力的受損 神經的感覺也會變差 那同樣他也會影響到那個 所謂的腎臟生絲球 影響到生絲球的時候 有一個特別的一個變化 叫結結狀陰化 各位同學可能要背一下 這個nodal glomerulosclerosis 結結狀 一顆一顆的 跟剛剛講的那個什麼 局部部分硬化不太一樣 這形成像球狀的對不對 一顆一顆的很多顆 叫結結狀硬化 那結結狀硬化一般來講是什麼 糖尿病生病變 比較容易看到的 糖尿病 如果我考試問各位 形成這個所謂的結結狀硬化 生絲球的硬化 是哪種生絲球的疾病所導致的 哪種疾病 糖尿病生病變 這個所謂的 看得出來嗎 各位同學會認 這蠻特別的吧 一顆一顆 一球一球的 對不對 它是把它叫 nodal glomerulosclerosis 結結狀硬化 這個是在什麼 糖尿病生病變 比較容易看到了 這個 這個因為考試 還是會考各位同學 這個 類澱粉成績 類澱粉有的時候 成績在器官裡面 它 它會導致這個病變 這個類澱粉 它如果成績在生絲球裡面 它其實有的時候 跟這個所謂糖尿病的硬化 其實很難分 那我們如果說有懷疑是這個 所謂的類澱粉成績的時候 我們比較常用的一個方式的話 是用一個特殊的一個染色 叫做那個所謂的 鋼果紅染色 鋼果紅 鋼果瑞 這個是在暗視野顯微鏡下面 它會發出像蘋果綠的顏色 apple green apple green 那我如果考試問各位同學 就講 我如果說懷疑是病 有類澱粉成績 它 偵測的方式是用什麼 這個用特殊顯微鏡 暗視為顯微鏡下面 去染這個所謂的鋼果紅染色 它會 形成蘋果綠的顏色 蘋果綠顏色 這個是我們 如果懷疑到這個 它腎絲球裡面 它這個有所謂的 類澱粉成績在裡面的話 我們常用的一種 染色的一個方式 好 那腎絲球疾病 這樣就介紹完了 接下來進到腎小管 腎小管壞死 就我剛剛講話 就說這個病人 如果說他去做一些放射科的檢測 你要打顯影機的 就要小心了對不對 一打之後 他那個腎衰竭 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 腎小管為什麼會壞死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中毒了 中毒了 你打一個什麼毒性的藥物 或什麼 他吃一個什麼藥物中毒 導致他的壞死 當然有時候他是因為 缺氧缺血也會導致了 那我們可以看他 形態學的變化 他那個腎小管裡面 有些脫落壞死的物質 堆積在這個腎小管裡面 這我們在顯微鏡下面 各位同學不用會去看了 你們其實只要知道原理就好 會不會看其實 因為你們不是病理醫師 應該還好 不過這個 你就知道說 腎小管裡面 這個所謂的壞死的物質 脫落 堆積在腎小管裡面 廣泛型的 我們叫腎小管壞死 急性腎小管壞死 那發炎細胞靜潤在腎絲球 腎臟裡面 我們叫肩脂性腎炎 發炎細胞靜潤 發炎細胞靜潤在腎臟裡面 它是靜潤在腎絲球 腎小管還是腎堅脂為主 回到我們第一章的時候 我們講到正常的一個腎臟的一個結構 腎絲球旁邊腎小管 還有腎堅脂 腎堅脂在正常的情況之下不明顯 可是當這個腎臟 它如果說很明顯 發炎細胞靜潤的時候 腎堅脂就很明顯 因為發炎細胞會靜潤在腎堅脂的問題 我們叫做堅脂性腎炎 那這個堅脂性腎炎 是不是一定代表說這病人有感染 是不是一定要用抗生素治療 只要看到發炎細胞靜潤 就當它是感染 不論它是病毒啊 細菌感染 就是臨床趕快用抗生素治療 這樣對不對 發炎細胞靜潤是不是一定 發炎很嚴重啊 發炎細胞那麼多 趕快用抗生素治療 其實也不能說一定 就不見得說一定是感染 我們可以看到原因很多 有可能是中毒 帶線性的疾病 或者是它有吃中藥導致的 很多原因都會導致發炎細胞的靜潤 所以說臨床上面 還是要一步步去查 它到底是什麼原因所導致的感染 感染的話當然就是抗生素要趕快下去 對不對 它代謝方腺炎的問題的話 它當然是相 其他的原因要排除了 對不對 不能說做個切片 我們跟他講說有發炎 趕快就先用抗生素再說 這樣子可能也不太對 這個就是我們在顯微鏡下面看到 就是說腎小管旁邊這個兼職這個地方 有發炎細胞的一個靜潤 我們就叫兼職性的一個腎炎 那接下來 講一下這個所謂的血管的性的一個變化 這個考試也容易考 因為它樣子很特別 所以要講 因為這個 這個考試比較容易出題了 容易出題的地方 還是要特別強調一下 這個是所謂的血壓上升 比如說這個病人它有高血壓 良性高血壓 就是這個年紀大的不明原因血液 血壓反正就慢慢散生 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可能是血管硬化嘛對不對 年紀大的話 它那個血管漸漸硬化 這叫良性 良性的一個 Benign Nephrosis 這是一般來的良性高血壓所導致的 那會導致它那個腎臟裡面 小血管 它均勻一樣的一些變厚 我們叫Hylin Arteriosclosis 血管壁 腎臟 腎臟裡面它的小血管 有均勻一樣的一個變厚 叫Hylin Arteriosclosis 這一般來講是跟什麼 高血壓 良性高血壓 叫Benign Nephrosis 之間有關係 這個是 血管性變化 是形成Hylin Arteriosclosis 這個同學要背 那相對來講 另外一塊就是不太一樣的 這個所謂叫二性高血壓 馬林海默填訊 二性高血壓是什麼 跟良性高血壓差在哪裡 什麼是二性高血壓 什麼是良性高血壓 年紀大 那個血管周莊硬化所導致的 它是 叫良性高血壓 那可是這個病人 他血壓上升 不是因為血管方面的問題 可能他有個腫瘤 他一個腎上腎 腎上腺有得到一個 失落細胞瘤這種 讓他的血壓快速飆升 短時間之內可能衝到一百多 一百八兩百兩百以上 好 這種二性高血壓 馬林海默填訊 好 那這種的話 二性高血壓 它在這個腎臟裡面 切片的樣子 血管的變化不太一樣 好 剛剛那個是叫什麼 均嶺一樣的變厚 這不是 這叫真身型的一個小血管炎 好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血管壁 形成像一個像洋蔥皮一樣 Ownin Skin 好 像洋蔥皮一樣真正 叫真身性的小血管炎 好 所以這兩個不太一樣 好 那如果說我考各位同學 好 它這個小血管看起來是 均匀一樣的一個變厚 Hylene Articosis 請問你是B9 hypertension 還是馬鈴癌hypertension 是B9 對不對 如果說我考各位同學 它的小血管呈現均匀 呈現像那個所謂的 那個洋蔥皮一樣 Ownin Skin 的一個真身性的小血管炎 你要 你要回答說這是什麼 馬鈴癌hypertension 馬鈴癌hypertension 有時候不太一樣 血管性的變化 對不對 就跟高血壓有關 你要先看它是良性還是惡性 良性高血壓的話 它是叫Hylene Articosis 那如果惡性高血壓的話 它是叫Hypoplotic 真身性的 像那個洋蔥皮成狀的 像一層一層真厚的樣子 所以這兩者有點不太一樣 這是尿路阻塞的問題 因為在臨床上也常見 就是說這個輸尿管 有些狹窄的地方 這些地方如果說有可能有石頭卡住的時候 它的上游 它那個小便排不出來 它就會擴張 那腎臨 甚至腎臨 會產生一些萎縮空洞化的一個現象 這叫水腎 臨床一般來講叫水腎 當然也不見得說一定是石頭卡罩 如果說它這個 輸尿管旁邊有腫瘤 腫瘤壓到這個輸尿管的話 它這個也可能會產生一些水腎 我們病理下面是把它叫做阻塞性生病變 Optractive Eulopathy 阻塞性 一般來講就是下游 它下游可能有石頭或者腫瘤 有堵到壓迫 它產生一個腎臟的變化 這有時候我們在病理科 就會看到這種標本 它因為整個堵到 它這個腎臟萎縮空洞化 就拿下來沒有功能了 就送到我們病理科來 我們病理科標本診斷就怎麼打 就這樣打 你可以看到我們病理診斷就打 阻塞性生病變 它有可能是什麼 結石啊或者是什麼 腫瘤堵到壓迫 它的尿液排不出來 所以導致一些變化 好那這邊講完 接下來進到腫瘤 腎臟最常見的腫瘤是哪一種 惡性腫瘤 這些有些比較少見 這邊我就算了 就不講 那良性比較少見 腎臟裡面其實大部分來講 看到的是惡性腫瘤 可是也不能說我們看到腎臟腫瘤 就一定是惡性了 這樣也不行了對不對 那其中有一個腫瘤 就臨床上面可能會長很大 一乍一眼看 以為是惡性 是它是良性 所以如果說 醫生跟你講說 你腎臟腫瘤 結果後來正是這個 那真是爆起 對不對 因為腎臟大部分是惡性嘛對不對 結果你是良性是這種 真的是運性很好 它這個 這是一種叫過物瘤 安基爾麥奶婆 過物瘤在病理下面 定義是什麼樣子 什麼叫過物瘤 正常組織的不正常真身 叫過物瘤 什麼叫正常組織 就是我們一般人 都會有一些血管 有些肌肉 還有一些脂肪細胞 對不對 這是正常的組織 可是它不正常的過度真身 叫過物瘤 在腎上 這安基爾麥奶婆 它有可能會長得很大 那它是一種良性的 一個腎臟的一個腫瘤 那有部分的病人 跟這個所謂 Tubal sclerosis 之間有關聯性 好這是良性 好這個比較特別 各位同學稍微知道一下 這個叫安基爾麥奶婆 好這個裡面如果說 以後有去那個什麼 肌肉 就是避尿外科的話 這個肌肉來講 對它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疾病 過物瘤 安基爾麥奶婆 良性的 那大部分來講 是惡性的 惡性的 我們叫腎細胞癌 它在我們顯微鏡下面 其實變化非常複雜 非常複雜 我只講最常見的 最常見的話 是最上面那個 最常見的 叫Keyseal pattern 就是 細胞質很空量 所以叫Keyseal Keyseal Renoseal 你看我們病理科報告 腎臟的一個腫瘤 大概一半以上 我們打的診断都打這個 Keyseal Renoseal 就是打這個 最常見 它臨床上面可能有 Chromosome 3P 那個deletion 那像下面這種話 就跟3P deletion之間沒有相關聯性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所謂的腎細胞癌 這個腎細胞癌 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 這是Gloss 它會呈現一個金黃色 因為它那個 細胞質裡面 有豐富的肝糖顆粒 所以說我們在 Gloss下面 會形成一個 所謂的金黃色顆粒 這是我們在顯微鏡下面 它這個 細胞質非常空量 細胞質非常空量 它是從腎小管上面 細胞長出來一個腫瘤 細胞質很空量 叫Keyseal titan 一個腎細胞癌 你可以看到 它的Origin的話 是從腎小管上面 細胞所衍生出來的 它的細胞質裡面 為什麼會那麼空量 是因為它裡面 有豐富的肝糖顆粒 或脂肪 它一般來講 是跟Chromosome 3P deletion之間 有關聯性 所以各位同學 一定要知道說 最常見的腎細胞癌 是哪一種 Keyseal 對不對 我如果問 考試問各位同學 是最常見的話 是Poply 你要知道就不對了 對不對 是Keyseal 不是Poply 也不是什麼Chromo4 都不是 這些都是比較少見的 都是少見 這個最常見 Keyseal 跟3P deletion之間 有關聯性 好 這個就是剛剛講的 這是兩性和惡性 這個腎臟腫瘤 考試問各位 這是惡性腫瘤對不對 不對了 兩性過物瘤 Angelmylapoma 你可以看到 在那個電腦斷層下面 這個腎臟腫瘤很大對不對 一般來講看到這個 大概都會認為惡性 對不對 那可是事實上 它是良性 良性 可以看到在那個 切片下面 它有血管增生 有那個肌肉增生 有時候可以看到 脂肪細胞增生 它是過物瘤 正常的一個組織的 不正常的增生 我們叫Angelmylapoma 這在臨床上面 臨床上面 良性其實還算 蠻常見一個腫瘤 叫過物瘤 它是過物瘤 不是一個真正的腫瘤 那部分的病人的話 是跟這個所謂 Tubulosclerosis 有關聯性 還有這個 靈番胎 Lymatosis之間 有關聯性 這樣考各位同學可以嗎 可以嗎 我如果 Angelmylapoma 是一個過物瘤 以下何者為非 對不對 一個是 它是一個過物瘤 另外的話 它可能部分疾病 跟Tubulosclerosis有關 另外 我說它是一個惡性腫瘤 對不對 那你就知道哪個是不對的 那小孩子呢 小孩子最常見的腫瘤 是不是肾細胞癌 不是 剛剛講的是什麼 大人對不對 大人最常見 你可以清掌一下 這是正常的腎臟 這是這個腫瘤 這個腫瘤 跟剛剛那個所謂的 Clecherunisacea 完全不同 對不對 差在哪裡 剛剛那細胞質 是否很空亮 對不對 那這個黑黑小小的 整片都是Tubulosclerosis 所以型態學下面 其實很容易做個區分 好 這就是我們在顯微鏡下面 好 我這邊就不強調 要怎麼去認 有時候一講 反而更暈 头就很暈 那各位同学你们只要知道 就是说小孩子 最常见的是肾脏的肿瘤是哪一种 是William's Tumor 不是RCC 不要不要讲是RCC 小孩子两岁肾脏肿瘤是William's Tumor 那接下来的话 刚刚就讲肾脏 本身的一个Tumor 肾脏皮质靠近外侧的地方 可是他今天他的肿瘤 如果说长在肾鱼的地方 肾鱼胳膊胖胖CVC是在哪里 肾脏肾鱼是在哪里 中间的地方嘛 肾鱼 肾鱼这个地方长肿瘤 你会不会想说RCC 会不会想肾细胞癌 不会了 你会想他是什么 从肾鱼出来 叫移形上皮细胞一个肿瘤 Trancinoma cell 会叫Eurocity cell casinoma 因为这个地方正常 它覆盖上皮是移形上皮细胞 所以从这个地方长出来的话 也不是什么肾细胞癌 不太一样 根据临床的location 那临床上面去检测这个肿瘤 一般来讲是做所谓的尿液抹片检查 病人解个小便 他送到病理科 用抹片去看一下 看到一些不正常的细胞 觉得有问题 你觉得是肾细胞癌 还是所谓的移形上皮细胞肿瘤 比较有可能 如果病理科在尿液检测里面 发现异常现象 他病人应该是肾细胞癌呢 还是所谓的移形上皮细胞肿瘤 那当然是这种 肾细胞癌 它是比较靠近外侧 它那个细胞问题 它不太可能脱落到尿液里面去 可是它这个是本身 就是长在肾上肾瘀的地方 它很容易就经由输尿管 膀胱就凸来了 你收尿液检测的话 当然就容易看到一些 异常细胞的一些状态 那这类的肿瘤 就是叫移形上皮细胞的肿瘤 移形上皮细胞的肿瘤 或者叫尤瑟斯利瑟的一个 有可能从良性到恶性都有可能 我们直接来看这张图 我们先看一下下面 这个是 从这个地方 比如说从肾上肾瘀 或者输尿管 或者膀胱 这个地方长的肿瘤都很类似 最常出来的地方 是从膀胱出来 最常见 不是肾上肾瘀 它比较少见 大部分这类的肿瘤 是从膀胱出来的 移形上皮细胞的一个肿瘤 有可能良性 有可能恶性 那良性的话 我们是把它叫乳涂瘤 Tapiloma 主上角这张图叫乳涂瘤 那恶性的话 叫尤瑟斯利是Casinoma 尤瑟斯利是Casinoma 那Casinoma的话 一般来讲 我们会根据它的细胞核 分化的好坏 会分成高度恶性 还是低度恶性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 有鉴于这个良恶心中间一种肿瘤 就是说它不良不恶 不好不坏 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 对不对 这个人是好人坏人 好人坏人 有没有这么好去分 看他的形态长相 这个长得凶臣恶杀的样子 这一定是坏人 这是坏人 这个眉气目秀一定是好人 这个好人 对不对 那肿瘤也是一样 你看那显微性变化 你说它是恶性还是良性 好我们都从形块鞋 看那细胞的一个变化 对不对 但有时候你看起来就是 介于良性恶性中间 你不太敢确定的时候怎么办 就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诊断 这个同学可能知道一下 就病理下面其实也常打这个诊断 好就这个叫做 这个就是介于什么 良恶性中间一个诊断 病理在现阶段下面 没办法确定 它到底是怎样 那这样子问题就来了 我们病理下面如果打这个诊断 它临床病人能不能拿到重大伤病卡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申请重大伤病 保险有没有给付 不行啦 对不对 好因为它不是恶性 它是顶多是癌前期变化嘛 对不对 可是有没有可能它复发 这种种类有没有可能复发 你把它刮掉之后 有没有可能复发 有可能 复发之后有没有可能变恶性 还是有可能 那变恶性之后 当然就可以拿到重大伤病卡 这现阶段不行 所以你也不能跟病人 就保证说 这个没问题 这个以后没有事也不行 你要跟他讲说 这个有可能复发 复发之后 万一有什么变化的话 就我们再仔细再确认 这样子 可是一般就还好 这种大概就是复发而已 你说突然一下 它就转移出去了 这恶性肿瘤最怕是什么 转移嘛 对不对 这种肿瘤会不会转移 不太会了 它了不起就是复发了 复发之后再说了 你说突然一下 半年之后 不小心就是转移到浪了 大概还不太容易了 应该是不太可能的 最多就是复发而已了 那最后我们可以看到 良性的话叫乳突瘤 恶性的话叫 POPERY 有的CCCATINOMA 细胞核分化好的话是Low grade 细胞核分化不好的 是所谓的High grade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 这个是良性的乳突瘤 就是我们在显微镜下面 看起来就是跟正常的 其实蛮像 只不过就是说 它形成乳突状的结构 所以良性 这是恶性 恶性有所谓低度恶性 所谓的高度恶性 那右下角 这个是高度恶性 这个是低度恶性 那高度恶性 和低度恶性 怎么去区分呢 其实我们病理下面 我只讲个原则 就是说我们显微镜是从几倍到几倍 最低倍是几倍 40倍 最高倍是400倍 如果说你今天用40倍显微镜下面 你这样晃一眼过去 这个绝对是恶性 那请问你它是高度恶性 还是低度恶性 那当然是高度恶性 对不对 我用那么低倍的显微镜 我随便看一下就知道是恶性 它当然是高度恶性 对不对 我如果说用很高倍显微镜下面 看还不确定 我要转 我用40倍显微镜下面还不确定 我要转到200倍 400倍 我确定 没问题 是恶性 那请问你它低度恶性 还是高度恶性 那就是低度恶性 低度恶性 那如果说我今天转到400倍 已经转到最高倍显微镜下面了 还是不太敢确定 它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 还是不确定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把它诊断定义为 这个所谓PULMP 这个 这个在以前 其实 闭尿外科的医生 这个诊断疾病 刚出来的时候 闭尿外科医生 他很不能接受我们打这种诊断 他很生气 打我们这种诊断 他很生气 只要我们打这个 一打这个诊断 他就来跟我们吵 对不对 他吵的理由是什么 我要面对 我今天我要第一线面对病人 对不对 病人只希望我跟他讲说 这是良性还是恶性 你只要跟我讲这良性恶性就好 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 什么不良不恶 你叫我什么跟病人解释 对不对 一般他们是这样讲 可是事实上 我们形态学下面 其实是有困难 那后来还好了 因为 后来因为连教科书上面 都这样分类了 那PAPER也越来越多出来 他渐渐他们就可以接受 打这个诊断 所以他们后来也很 知道我们打这个诊断 他要怎么跟临床解释 刚出来的时候其实蛮麻烦 其实我们压力很大 一打这个诊断 一定就要接到电话 马上就要跟我们吵 你怎么打这个东西 你到底会不会看 你要不要找别人来帮你看一下 你不要会诊一下外院 就会有这种 这边的肿瘤 影响到病人愈后 其实最重要是肿瘤清翻的深度 有没有侵犯到肌肉层 其实对临床来讲很重要 他往下侵犯 他如果说今天只是 很表显性的肿瘤 他进去刮掉就好了 对不对 可是他这个肿瘤 如果往下侵犯到肌肉的时候 你刮不掉 对不对 他可能就要开刀 要开刀 所以说有没有肌肉的侵犯 对他来讲很重要 所以这类的肿瘤 基本上来讲 他在切片的时候 他都会送一个所谓叫 D-Bi-D-R-C D-Bi 就是深度切片 深度切片 他直接去抓一块很深的组织 让我们病理科下面去判断 这个样子肿瘤 有没有侵犯到肌肉层 只要侵犯到肌肉层的话 就代表这个临床的愈后不好 他甚至有考虑要跟病人讲 比如说膀胱 它是一个膀胱的一个所谓 移情上面细胞癌 已经侵犯到肌肉了 对不对 他就跟病人讲说 你这个纯粹只是刮一刮 或进去灌一些药物 进去治疗效果不好 可能要考虑要把膀胱移掉 膀胱移除 对病人压力很大 膀胱移掉 你容易拿掉 那膀胱以后解小便怎么办 所以说这个其实有时候很两难 可是如果说真的要活命 很严重的话 这也没办法 那这类的肿瘤 比较麻烦的话 就是病人也是血尿 刚刚有讲到很多会血尿 这个也是血尿 而且是无痛性的血尿 这不明原因 反正小便变红了 看到那个小便变红血尿 是会痛的比较好 还是不会痛的比较好 会痛的话比较好了 会痛是什么原因会痛 感染 对 膀胱炎 女生的尿道比较短 容易产生膀胱炎 对不对 那会痛 膀胱发炎 一般会痛 或者是节食 节食的话也会痛 那如果不会痛的血尿 反而要小心 有可能是肿瘤 那另外的话就是肾脂球疾病 刚刚讲的什么 链球菌感染 还有什么 IGA生病变这种 也会血尿 这种血尿 不会痛的话 要特别小心 好 那接下来 剩下一点时间 还没讲完 这个算了 这个要不要讲 这个不要好了 这磷床比较少见 我就不讲 因为好像也没那么多时间讲 只能讲一些比较常见 然后 接下来这边我都不讲好了 这磷床上面不是很常见 我们就直接 我们接下来见到这个 这个所谓的 鎬丸的地方 鎬丸的地方又会长肿瘤 比较容易 相对来讲 比较容易得到肿瘤 所以说还是要特别强调一下 这是正常的一个所谓的鎬丸 那Testis 正常鎬丸的话 其实就是形成精子的地方 形成精子 其实最主要就是在 这个所谓的细菌小管里面 会有一个精子成熟的一个现象 这个所谓的细菌小管 那大部分这个鎬丸肿瘤 都是从这个所谓的细菌小管里面 产生一些癌化 90%以上 都是从这里面出来的 不过这前面有的 这个还是要稍微讲一下 那正常的 那个 没有什么特别情况之下 其实要得到这个鎬丸肿瘤 其实不太容易了 不像女生的卵巢 其实得到肿瘤 机率来讲比较高了 男性 女性卵巢 比较 瘤上面其实常常看到卵巢癌 对不对 相对来讲 可是男生的话 睾瘤癌 那其实很少见 很少见 除非这个病人 他有个特别原因 比如说 他这个病人 他那个小的时候 又得到一个所谓的 这叫引睾症 引睾症之后 容易 那个癌化成为睾瘤癌 为什么 正常这个睾瘤的话 他在胚胎发育的时候 他是从后腹腔的地方往下降 他本来是在后腹腔 对不对 他会往下降到那个睾瘤的地方 他如果说他是早产儿的话 他那个睾瘤还没有下降到正常的位置 他停留在后腹腔的时候 那临床的医生可能会要做一个睾瘤固定处 把他拉下来 可是问题是 他拉下来之后 他这个能不能恢复他生育的功能 其实不见得了 因为他那个睾瘤可能温度过高 其实功能已经受到破坏 或者是 他之后可能还是会产生一些癌化的一些问题 好 就这类的病人还是要小心 虽然说他已经拉到正常的位置 不代表说他功能就完全恢复 好 生育功能不见完全恢复 以后会不会得到癌症 其实不是很确定 不过他最起码 已经帮他引到正常的位置 这个病人还是要小心 那得到睾瘤的话 一般我们看到这个病人 就是说第一个会发现的话 就是他睾瘤会变大 摸起来就变很大 而且摸起来又很硬 变硬 正常的话应该摸起来软软的 对不对 也不会特别大 所以说变硬变大不是好现象 就是怎么这么大一个 然后又很硬 这个里面可能又得到一个肿瘤 无痛性的一个变大 无痛性血尿 无痛性变大 这个都要特别小心了 这个 那睾瘤肿瘤有一个特别的话 就是他耗发的年纪 年纪一般来讲是比较轻 很多的肿瘤耗发年纪都是比较大 对不对 可是睾瘤肿瘤一般来讲耗发是比较轻 大部分来讲就从什么 这个所谓的精子成熟 这个所谓的细筋小管的地方 所长出来 那这类的肿瘤一般来讲是分成两大类 一个是叫做精索细胞瘤 我们叫Siminoma 那另一大类的话是叫做非精索 只要不是精索细胞瘤的话 我们叫做非精索细胞瘤 那为什么要区分这两大类呢 当然就是说跟临床治疗 他病人育后之间有明显的差别 所以说才要分成这两大类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搞完二性肿瘤 就是要先分这两大类 看他到底是哪一类 那哪一类比较好呢 是这个所谓的精细胞 精细胞瘤呢 Siminoma好呢 还是非精细胞瘤好呢 这两个哪个比较好 育后比较好 精细胞瘤比较好 Siminoma育后比较好 那下面那个非精细胞瘤 非精索细胞瘤 Lon-Siminoma-Gensel-Tumor 它是好几种肿瘤一个 合并的一个名称 那这个精细胞瘤的Siminoma 一般来讲发现的时候 那比较不会有明显的 初血坏死的现象 而且它肿瘤细胞 一般来讲大部分都是 局限在睪丸里面 比较不会有远端转移 这个现象 就算是转移的话 一般来讲 它是走淋巴系统的一个转移 淋巴系统转移 和血路转移 哪个比较可怕 血液当然快 血液它马上就散步到全身了 淋巴它是一层一层的 所以说这个Siminoma 一般来讲 育后比较好是这样 就是它大部分局限在睪丸里面 而且它是怎样 淋巴转移 所以育后比较好 可是下面那个 非精索细胞瘤 Lon-Siminoma-Gensel-Tumor 一般来讲 容易早期转移 因为它会走血路转移 那治疗的方向也不太一样 容易血路转移的那种 比较饿的那种 一般临床上面治疗 是用什么 化疗为主 对 化疗 化学疗法 因为它化学疗法 从血液打进去 就是它血液里面 有肿瘤细胞 应该可以杀除 那局限型的这种 Siminoma 就不是用什么 化疗治疗了 它是用什么 放射线治疗 而且它会对 放射线治疗敏感 就是说放射线治疗之后 比较容易杀死 它的肿瘤细胞 所以这就很重要了 对不对 这不但跟病理下面有关 对不对 跟临床的治疗 预后 决定这个病人 治疗预后的方针 对不对 它这个病人 到底用放射线治疗呢 还是用化疗呢 对不对 容不容于转移呢 如果说非精索细胞瘤的话 你可能没有多久 三个月半年 赶快要帮病人 对不对 他赶快要做什么 电脑断绳 甚至连肺部电脑 断绳都要做 对不对 或者是要做一些 更精密的像什么什么 什么证词啊 什么都要看一下 有没有转移出去 随时要担心受怕 对不对 哪天不小心就转移出去了 好 那就很小心了 可是三明脑马一般来还好 你要转移出去 几率真的不太高了 好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所谓叫精细胞瘤 三明脑马 这个是还好 这是最常见的 大部分来讲是这种 好 所以说还相对来讲 还比较好 那 浩发的年纪来讲的话 就是大概是比较轻 可是也不是在小婴儿 可是大概二三十岁 三十岁这个年纪 那 女性的软巢 也有一个相对应的肿瘤 女性软巢 如果说得到这样的肿瘤 它不叫三明脑马 同样的肿瘤 长到女性的软巢的话 叫做 DIS-GEMINOMA 叫DIS-GEMINOMA 可是很奇怪 三明脑马这种 好像在女性软巢就很少见 女性软巢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面 看到这个所谓的DIS-GEMINOMA 其实很少见 女性的软巢 其实反而是从 上皮细胞长一出来 长出来的肿瘤 比较常见 可是在男性睾丸 不太容易长肿瘤 可是它容易得到 这个所谓叫三明脑马 得到三明脑马 那 这个是我们在Growse下面 可以看到 这个肿瘤一般来讲 是局限在睾丸里面 它界线很好 然后没有明显的 一个初学坏事 那 这个是我们在 显微镜下面 观察到的一个现象 这个是正常的 对不对 那这个是肿瘤 那显微镜下面 怎么去看 我稍微提一下 就说 这个肿瘤有 隔间化的一个现象 你可以看到 它是不是 隔成一区一区的样子 对不对 而且它的隔间当中 有明显的淋巴细胞浑 这就是这个肿瘤 一个特征 就是有隔间化 有淋巴细胞的一个静润 另外的话就是说 在显微镜下面 这个算不要讲 讲的时候 怕你就很晕了 反正这个 显微镜下面变化 也不特别讲 这个 这个是 好 Saminoma在显微镜下面的变化 好 那 Saminoma育后好 对不对 那接下来进到 育后不好的 好 育后不好的 当然Saminoma 它有很多种 好 其中一种是叫做 胚胎癌 Amblano Casinoma 好 那为什么会这么去命名它呢 好 因为 这样的肿瘤 我们在显微镜下面 看到那个肿瘤样子 很像 胚胎发育 其实起有个叫胚胎起 好 显微镜下面看到那个肿瘤样子 很像胚胎起的一个变化 好 所以说把它定义为叫做胚胎癌 好 叫Amblano Casinoma 好 这个就比较容易有出血坏死的一个现象了 好 那 好 所以各位同学去欣赏一下 好 反正就是这个样子看起来 就很像那个什么 胚胎发育时期的那个胚胎起的样子 好 就叫做胚胎癌 好 另外这个叫软黄囊癌 好 这个也是育后不好的 好 Yosatoma 软黄囊癌 好 它为什么会这样子命名 好 因为胚胎发育时期的时候 有个叫软黄囊起 好 软黄囊起 好 那个肿瘤看起来就很像那个样子 好 所以叫软黄囊癌 好 那这个肿瘤有什么特点呢 好 它特点的话就是说 好 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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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搞完肿瘤就是年纪就比较轻了 对不对 他又特别轻 对不对 在三岁以前 好 好 三岁以前 好 所以他真的是蛮特别的 好 然后 在显文镜下面有个比较特别的话 各位同学希望你还是背一下 好 就说好 看起来很像这个软黄囊 好 就看起来像这个东西叫做 这个很特别 好 看起来有点像一个像圣丝球的样子 就是在这个搞完里面当然不会看到圣丝球 不过样子有点像 他把这样子一个特有的一个变化 是叫做 这个 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抽血的一个检测 其实对临床来讲 怀疑这类的肿瘤其实也很重要 希望各位同学也是要背一下 好 这个所谓的 Alpha Fetal Ponding会上升 对不对 Alpha Fetal Ponding这个肿瘤染色的话会阳性 Alpha Fetal Ponding是什么肿瘤会上升 各位同学 临床上面比较常测的Alpha Fetal Ponding是哪一种 是哪一种 临床上面 如果说 你做一个健康检查的时候 Alpha Fetal Ponding上升的话 你第一个会想到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 肝癌啦 对不对 肝癌 Alpha Fetal Ponding会上升 可是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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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的男生 20岁 Alpha Fetal Ponding上升 你说他得肝癌 那肌瘤也不高了 要想到会不会是这个所谓的Usa Tum Usa Tum 这个在女生也是一样 女生如果说他这个 这个卵巢癌 其实他 现在 临床上面 如果说他有规定 就是说 如果说是 一般的那个卵巢癌 好发的年纪来讲 大概比较年纪稍微大 如果说这个病人年纪很轻 年纪很轻 得到这个卵巢的肿瘤 他有规定 健保有规定 你就必须要做这些特殊指标的侦测 像这Alpha Fetal Ponding Beta SEG 这些上升 因为有可能是从这个肩瘤出来的肿瘤 他有规定 就是说你不做不行 他是那个健保监测的一个指标 他要监测 你要说你是医学中心 对不对 他就监测指标 他就看 这病人 女性 30岁 得到这个卵巢癌 好 接下来就看 你有没有做这些监测指标的一些测试 你有没有抽血去验他这个Alpha Fetal Ponding 有没有上升 Beta SEG 有没有上升 对不对 你监测 他会定个预值 你至少要达到9成以上 病人都已经测 理论上有100% 可是他不敢定100% 他知道很多人达不到这个指标 定个9成 至少9成我都考虑到做 如果没有做 就要提出来检讨 你为什么没做 因为现在癌委会 其实监工的很严格 癌委会他都会看这些指标 就是说你为什么 这个病人明明要做 你是没做 为什么你要检讨 你为什么原因 为什么没做 好 所以就像这个 这个Yosatoma还很特别 就是Alpha Fetal Ponding会上升 好 Celadiova body 会看到这个东西 好 年纪比较轻 好 这个就所谓Celadiova body 所以我如果考各位同学 这个 搞完肿瘤 一个两岁的小孩子 得到搞完肿瘤 第一个想到是哪种 这个Yosatoma 对不对 他会看到Celadiova body 抽血是什么 Alpha Fetal Ponding会上升 对不对 好 还有一个叫做绒毛膜癌 Colocatinoma 这个肿瘤 就是说 他这个肿瘤 形态学也特别 看起来很像 怀孕女性的子宫内膜 女生怀孕的时候 会在那个 他的子宫内膜里面 看到一些所谓的 绒毛样的组织 好 怀孕女性 好 可是在男性能搞完 会不会看到 看到这种东西 会不会说他怀孕了 你搞完怀孕了 当然不是 那是肿瘤 他长的样子很像 他样子很像 怀孕女性的一个绒毛 所以叫绒毛膜癌 可是不会真的看到绒毛 然后他的细胞看起来 旁边细胞看起来 很像怀孕的滋养细胞 不会看到真正绒毛 绒毛是只有在 女性的怀孕的时候 才会看到 这不会看到 那这种一般来讲 肿瘤很差 这个绒毛膜癌 不论是长在男生的睾丸 或者女性的软潮 只要得到这种肿瘤 其实一般来讲 肿瘤都很差 你看几乎都是转移 然后致死 这很可怕 这个 因为这个 其实我印象蛮深刻的 之前有一个病人 她是一个怀孕的女生 她生产 她生产完之后 就说 生产完之后就没事了 对不对 生产完 小孩子生完就没事了 可是就是 生完之后 她临床上面就会去 帮她监测 这个所谓的βSCG 怀孕的时候 βSCG会很高 可是生完产之后 就会回到正常 对不对 可是她的βSCG 就没办法回到正常 就是下降 可是到一半 她就停住了 可是就没办法下来 这个那种就危险 对不对 就是觉得她有问题 对不对 那后来就是帮她做检查 做检查 后来就证实 她是什么 Corecacinoma 她是Corecacinoma 后来这个病人 之后 大概三个月之后 就发现这个 这个Corecacinoma 已经转移出去了 转移到肺部 再三个月之后 转移到Brain 那后来病人就死亡 所以你知道 这个Corecacinoma 其实是很可怕的 因为她 她是血路转移 转移速很快 虽然说 你都打KEMO 打化疗 我看效果也不是很好 她现在可能会 要靠一些 什么标靶的疗法 有没有希望 不过现阶段来讲 好像也没有什么 特别有效的 一个治疗的方式了 好 这个就是形态学的样子 好 那另外还有一个 所谓的叫做 鸡胎瘤 鸡胎的定义的话 就是说 这个鸡胎瘤 其实在男生的一个 稿外也不太常见 比较常见的话 是在女生的软巢 女生的软巢 鸡胎瘤是非常常见 我们病理科下面 几乎大概一两个礼拜 一定有这个鸡胎瘤 的标本送来 那鸡胎瘤 其实它的定义来讲的话 就是说 看到不同胚层的东西 我们的软巢或鸡胎 对 它是属于不知道 外胚层中胚层 还是内胚层 它是属于哪个胚层 是哪个胚层 我一下子其实不太清楚 反正它就会看到 不同的胚层 它会看到什么 皮肤上皮的一些东西 皮肤上皮应该是 外胚层的了 对不对 它不应该在这个鸡胎 或者肿瘤 软巢看到了 如果说在鸡胎 或软巢里面 怎么看到皮肤 皮肤的毛囊 怎么长到这边来了 对不对 那就不对了 所以一般像女性的软巢 那个鸡胎流 其实我们在做标本的时候 一把一切开来 它一挤 就很像芋头糕一样 各位同学有吃过那个红豆饼 对不对 红豆饼很多口味 有什么 有红豆口味的 有奶油口味的 还是什么 芋头口味的 对不对 那这个很像那个什么 芋头口味的 不是红豆口味的 不会是那种样子 像芋头糕那种 芋头饼那种 你一挤下去 就是很多东西流出来 那为什么会东西流出来 是因为它是皮脂线分闭 它的上皮 表面有时候皮脂线分闭的时候 它会分闭这些东西 所以肿瘤一切开来换 它有种东西会流出来 那这种就叫积胎流 就不同配成的东西 长到这个软巢 或者睾丸 我们叫积胎流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那这积胎流 到底是良性恶性 那病人最常关心就是这个 这积胎流是良性 还是恶性 积胎流是良性的恶性 有没有可能恶性 女生 我们先讲女性的软巢好了 女生的软巢 积胎流其实大概来讲 九成九成五以上 几乎都是良性 几乎都是良性 很少听到恶性 当然也是恶性 当它有不成熟组织的时候 不成熟分化 就是说它有不同的胚层 可这个胚层分化不完全 它没有成熟分化 它是停留在原始分化的时候 我们这叫不成熟积胎流 这也是恶性 积胎流要第一个先看它是成熟 不成熟 成熟积胎流在女性软巢 就是良性 可是看到有不成熟分化的时候 还是恶性 男性就没那么好运 男性纵使是良性的积胎流 是不是一定是良性 都不一定 都不一定 你看到我们打个积胎流 可是在男性的搞 我们打一个成熟的积胎流 你不能赶快跟他讲 成熟积胎流良性没问题 没事 开完就没事 不能这样讲 要看病人的年纪 病人年纪 一般来讲说病人很小的话 就是说年纪比较轻的话 良性几率高 可是如果说这病人已经三四十岁 四五十岁 他得到这个所谓的良性的 成熟的积胎流 那可能还是恶性 可能还是恶性 就是说还是有转移的机会 所以说这个男生得到积胎流 少见 少见 可是他恶性的几率来讲比较高 女生呢得到积胎流 常见 常见 可是他良性的几率高 大部分是良性 所以说这是男女生得到这个积胎流之间的一个差异性 这边跟各位同学就是报告一下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什么组织 这是皮肤上皮的组织 皮肤上皮的零状上皮细胞 还有皮脂腺 他有一些脂肪的一些组成 这些组成都不应该再搞完 搞完或者女性软潮发现 那看到这种就代表说他有一个积胎流的一个存在 这个是所谓的不成熟积胎流 不成熟积胎流 就是说他的胚层分化 不是一个成熟的一个组织 它是原始上皮神经细胞管的一个分化 我们看到这种东西 它就一定是恶性 只要有不成熟分化 不成熟 积胎流 你先看它有没有成熟 对不对 有成熟都不见得一定是良性 对不对 可是在女生成熟的话一定是良性 有不成熟的话一定是恶性 对不对 有不成熟的积胎流就一定是恶性 好 那接下来的话 现在我们今天上课的话 最后一个地方 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所谓的这个叫前列线 搞完这个地方也介绍完了 搞完这个地方 重点考试的地方 希望各位同学背起来 对放射线治疗敏感的是哪一种 三明脑马还是两三明脑马的 今天这一天 三明脑马 育后比较好的是哪一种 容易血路转移的是哪一种 两三明脑马今天这一天 对不对 希拉丘我巴里会在哪一种看见 是哪一种 好 你们自己回去要背一下 阿爸比特托定会在哪一种看到 对不对 年纪很轻 两岁的话会看到会是哪一种 好不好 考试题目我都泄露给你们了 我也不怕泄露给你们了 你们要背这起来才行 我讲了你们背还是不会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看到那个前列线 这前列线 这前列线的位置是在哪里 各位同学知道吗 前列线的话是男生才有 女生没有了 所以说得到一个前列线癌 女生有没有可能得到前列线癌 应该不会了 大部分好像也是有 好像也是有 那非常非常特别 就是说代表说 他前列线身上在女生 他是应该会退化掉了 退化掉 可是他就是退化掉的地方 他又癌化又跑出去 好像也是有 那非常非常少见 我就不讲 一般你想前列线 也不会想女生 男生嘛 他是在尿到周围 在膀胱下面尿到周围的地方 有前列线 那前列线在临床上面 有两种最常见的疾病 一个是叫增生 一个叫癌症 对不对 那我们就先看 今天如果说这个病人 他有一些所谓的 贫尿一些症状 小便捷不沾进 半夜常常容易起来上厕所 你会先想说 这个是得到一个 二线前列癌 还是前列线增生 病人有这些症状 半夜就是常常 就是说 比较大的男生嘛 就是常常半夜 不是都要起来上个厕所 可能睡下去 两个小时就起来上个厕所 对不对 那这种一般来讲是 良性前列线增生 比较多 为什么 因为良性前列线增生的位置 大部分来讲是在尿到周围 尿到周围的前列线 容易产生增生 它会压迫到尿到 小便捷不干净 你说半夜要起来上厕所 可是前列线癌呢 前列线癌 好发的位置来讲 不是在尿到周围的地方 是在整个前列线 比较旁边的地方 我们叫peripheral的地方 叫peripheral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 癌化的时候 其实侦测来讲比较难 因为它没有症状 对不对 没有症状 那怎么会发现 那怎么发现 要靠什么东西 就是第一个话就是 年纪比较大 五十岁以上 可能抽血的时候 不是就会车那个 什么叫PSA 对不对 PSA 另外的话就是说 肛门直诊 它从那个直肠进去 进去摸一下 你那个前列线后夜 那个地方容易癌化 摸一下就说 有没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说 年纪大的 老年人体检的话 里面都有这一项 就是肛门直诊 对不对 肛门直诊进去 是要检查什么东西 第一个话就是看 你有没有直肠那个地方 痔疮 对不对 当然一摸就抽血 对不对 一摸直肠地方 有没有直肠癌 对不对 另外的话 它就是摸你什么 前列线后夜 有没有摸起来不规则变硬 有没有可能是前列线癌 就当然说 这个只是一个参考 你诊断不能光这样 摸起来硬就是 那我们不能这样子 对不对 抽血的PSA PSA如果异常上升 到50以上 那当然几率很高 可是有时候 临床上面就是 它稍微上升一点点 又没有很高 那这时候怎么办 对不对 你不能跟他讲说 还好没事 一点点不用管他了 不行 可能要做个切片检查 要做一个 前列线的一个切片 我们接下来看 那这个良性的增生 就是说 在我们可以看到 年纪大的一些男性 超过九成以上的病人 因为他是长期受到 这个所谓男性荷尔蒙的刺激 容易产生增生的现象 那特别是在 那个尿道周围的地方 那容易产生一些 压迫的一些症状 这个我在我们显微信下面 在显微信下面 各位同学看到 这个所谓的前列线 增生的一个样子 这个我就不特别讲了 那如果恶性的话呢 恶性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 大部分来讲 在周围的地方 特别是后夜 特别后夜 所以他如果这个肛门指诊的时候 可以去摸它 然后 那这个地方长出来肿瘤是 就是叫腺癌 腺癌 爱丁与卡丁与马 比较常见 那临床上面这个就很重要了 PSA PSA是一个诊断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 依据 那这类的肿瘤还有一个特别 比较容易产生骨头的转移 这个比较麻烦 有的时候这病人 早期没有什么症状 他又没有去测PSA 对不对 又没什么症状 又没去出肛门体检 那发现的时候 是什么东西 骨头痛 这类病人有时候一来的时候 跟你讲说下背痛 背痛 背痛 他不是跟你讲这方面的问题 下背痛 对不对 那结果他一做那个骨科 他去骨科看 对不对 骨科帮他做那个所谓X光 然后做电脑断层 发现你这骨头有肿瘤吃到 把你骨头都吃掉了 那到底从哪里来的 做个切片检查之后 发现是前列腺癌转移 所以这类的肿瘤有一个特征 就是容易产生什么 Othioplotic metastasis 那临床上面 跟病人预后有关的话 有一个叫Gleason scope 我们这个很常见 你看我病理下面的报告 只要这个前列腺癌 我们会打Idenocastoma 后面一定会跟你讲说 Gleason scope几分 Gleason scope几分 那个这个分数越低的话 预后越好 分数越高 预后越差 一般来讲就是说 它Cupon的话来讲 是所谓的那个 八分以上 八分以上 如果九分十分的话 就预后一定不好 对不对 那七分以下的话就不错 六分 如果我们打个六分 五分的话就很好 对不对 所以Gleason scope 同学可能要知道 分数越高就越不好 分数越高就越好 怎么去看的话 我这边就不讲 你要知道就说 这个总分 我们会打一个 五加五等于 五加五等于十 五的话是代表说 这个肿瘤里面 最主要的一个成分 是五分 打在后面的话 是这个肿瘤里面 次要的一个成分 是几分 然后一个总分 最高分的话 就是五 五分是最高 没有六分的 最高就五分了 五加五等于十 这个最高 最不好 对不对 如果三加三等于六呢 就不错 就不错 好 这Gleason scope 好 这腺癌 前列腺最常见的 就是腺癌 好 那这个就是 今天上课的一个部分 就上完 时间还好 没有耽误到各位同学 中午没有 中间没有休息就是 好 那各位同学 其实考试就简单了 我考试的话 大概就是上课 特别强调的地方 会考各位 好 你看我这 我上课讲的很模糊 很笼统 这样跳过去的话 大概就不会考你 好 OK 那各位同学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到这边 希望各位同学 考试都很顺利 谢谢 谢谢